跟肖氏集团总裁离婚后 我怀着孩子躲了他三年 最终还是被他用一纸悬赏令揪了出来 他将我堵在廉价的门枕内 面色阴郁的看着病痒痒的孩子 你敢偷偷生下我的孩子 我咽下苦涩 凝视着他 偷 明明是你气掉的不是吗 肖金燕找到我们母子时 儿子正躺在简落的门枕内打点滴 天使般的小家伙 却毫无生气的躺在廉价的病床上 而机米开外 一身黑衣的肖金燕身量其长 气质高贵 眉眼一如当年般 冷漠的让人害怕 他环视眼四周 目光由一开始的惊喜 转为凉薄的落在我身上 苏盈 你敢偷偷生下我的孩子 他用上偷这个字眼 确实 当年跟肖金燕离婚时 我是偷偷怀着孩子 净身出户的 原本我是不打算留下这个孩子的 可那时医生说 我身体情况特殊 以后可能没办法再生 犹豫再三 我实在不忍心打倒他 一时的心软 换来无尽的悲惨 这三年我为了躲避肖金燕 带着小星东躲西藏 活得异常吃力 打工赚的那点钱不够 给小星看病 面对他质疑的目光 我想说是你逼我的 又担心惹恼他 最终只能洋装镇定的阐术事实 哼 明明是你气掉的不是吗 男人看着我的毛子微微一尘 没再多看我一眼 朝病床上外去 他脱下身上的风衣 弯腰小心翼翼的 将小星裹紧抱入怀中 起身大步朝室外头走 想办法把这个女人也带回去 为了找回小星 我心机如焚地 拨打着肖金燕的电话 他却仿促消失了班一次都没接 我气得将床头上的 永结童心话砸得稀碎 永结童心话 如同落叶般飘落在地 背面的金色字体刺入眼球 肖金燕爱苏赢一辈子 讽刺又可笑 当初肖金燕握着我的手 写下这些字实 我幸福地像个傻子 可他却早在心里计划好了 怎么弄死我全家 肖金燕是我父亲 从一场车祸现场捡回来的养子 从小脾气就倔 一身傲骨 身为苏家的大小姐 我在最矜持的年纪里放下身段 给足了他热情与尊严 还不顾父亲的忧虑 执意嫁给了他 婚后的甜蜜只维持了不到三个月 我便眼睁睁地看着最爱我的父亲 在一场大火中死去 在我哭得崩溃之际 肖金燕身姿挺拔地出现在我面前 冷冷地扔给我一句 苏盈 我不会让苏家的血脉有一滴在世上 他似乎说到做到 这三年来 从未停止过找寻我的下落 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把小星 算在苏家的血脉里 我害怕他伤害小星 外面响起一起沉稳脚步声 随着房门的开启 肖金燕迈了进来 他依旧穿着前天那套黑色衣服 发丝微微有些凌乱 没有那日的精致 但依旧金贵帅气 只是看起来好像有几日没睡过觉了 就连动着我的双眼都进了血色的红 我连忙迎向他 小星怎么样了 我害怕从他口中听见不好的消息 肖金燕冷笑 恼怒问道 苏盈 你要是真关心儿子的生死 会让他病成这样 他扫了眼地上的永结同心化 声音又凉了一度 你藏着孩子 却养不好他 所以 这是你蓄谋已久的报复吗 肖金燕 我没你那么阴险恶毒 他可以因为仇恨在我家折服那么多年 为了娶我忍辱负重地讨好我那么多年 最后 在我以为自己终于找到幸福时 摧毁我的一切 逼死我的父亲 让我狠狠地体会了一把 从天堂坠入地狱的感觉 这些 我都做不出来 他栖身过来 眼底的恨意仿佛要一出 就算我依险恶毒 不也是跟你们苏家学的吗 你父亲的命是命 我父亲的命难道就不是命 哦 他的父亲死于一场车祸 后来我才知道 那场意外似乎跟我父亲有点关系 他恨我 报复我 让我生不如死 但那些都已经过去了 现在我只想知道小星怎么样了 肖金燕 从前的事 我已经放下去 所以呢 所以把小星还给我 你不要的苏家血脉 我要 你能治好他的病 小星患的是再生性障碍贫血 我承认自己没能力治好他 肖金燕倒是有能力 可是他会治呢 他清冷地松了松领口 看着我的眼眸 难得地闪过一丝温情 随即脚步一转 习惯性地扔下一句 跟我去医院 到了医院我才知道 原来是小星今天有所好转 会吵掉妈妈了 听悟空说 昨晚小星闹夜时 是肖金燕抱着他在病房里哄一整晚 肖金燕会对这个 流着仇人的血的儿子心软 小星趴在我怀里睡得很安稳 偶尔醒来 还会用他那软弱的声音朝我道 妈妈 要爸爸 小朋友就是好收买 这么快就知道要爸爸了 看着他粉嘟嘟的小脸 我只能轻轻地抱紧了他 病房门口突然响起敲门声 我本能地挺直背脊 朝门口望去 来的不是肖金燕 而是我的亲唐妹苏香 肤白貌美 身材纤细 浑身上下透着知性优雅的女人 她友好的与我打声招呼 她向小星的目光却透着恶毒 上一次她流露出这种眼神 还是我爸去世那天 她躲在肖金燕身后看热闹 也是那一刻 我才意识到这位所谓的闺蜜 早就跟肖金燕联手了 我不自觉地后退一步 警惕地望着她 她却朝我迈进一步 笑一道 堂姐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阿燕等小星的骨髓配型成功了 阿燕正在跟主人医生确定医治时间 你放心 阿燕的儿子就是我的儿子 我会好好配合主人医生给小星治病的 她这是在向我宣示主权吗 一如三年前她找到我 趾高气昂地宣布住进我家 是为了帮助肖金燕拿下我这个草包 并且甩给我一叠钞票 让我有多远滚多远 不 我不用你帮小星治病 想到她之前对我做的种种 我恐惧地抱着小星朝病房门口冲去 苏香追出来 声音温婉 堂姐 你怎么了 你不能把小星抱住病房了 我才不管那么多 我只想救我的孩子 由于跑得太急 我一头撞入一个坚实硬朗的怀抱中 肖金燕一手挽住我的腰肢 一手扶住孩子 俊眉不悦的一皱 你抱着儿子要去拿 我 没等我说完 苏香在我身后抢先开口 阿燕 堂姐说 小星是她的孩子 不让我们治 是这样的吗 肖金燕看着我 深邃的眼底黑沉沉一片 我迎视着她 态度坚决 是 我不能让苏香碰我的孩子 肖金燕 如果你不想儿子莫名其妙死掉 就听我的 肖金燕挑了一下眉梢 神色意味不明 苏香脸色微微一变 声色却是不动道 没事的阿燕 经过那么多的变故 堂姐会误解我也是正常的 说完又走上前来牵我的手 堂姐 过去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现在就孩子要紧 我看着眼前这个虚伪恶毒的女人 两手就是一巴掌甩在她脸上 装什么小白脸 我们母子有今天 你和肖金燕有同等的责任 苏香捂着 被我打过的脸颊 委屈的直掉眼泪 求助的目光投向肖金燕 阿燕 肖金燕看了一眼她的脸 又看向我 一张帅脸冷峻到了极点 打了她的女人 她自然不爽 我以为她会像当初那样 狠狠地羞辱我一顿时 她却平静地朝苏香说句 孩子是她生的 听她的 阿燕 苏香 我给你带心休假半年 等到小新康复出院 再回来上班 阿燕 我不要休假 苏香气得直跺脚 肖金燕却没有跟她纠葛 抱着小新大步朝病房里面走去 她还是一如既往的果断 做什么事情都不拖泥带水 一如当初将我苏家赶进杀绝时 也不曾犹豫过分毫 苏香喊不住肖金燕 便生气地扣住我的手腕 苏盈 你给我站住脚步 一顿 我转身望着她一字一句道 苏香 肖金燕那种人渣你抢了便抢了 但如果我儿子有事 我会跟你拼命 我不要你儿子 但如果你想利用孩子 将阿燕抢回去 我也会跟你拼命 她同样一字一句道 不稀罕 我冷冷地挣脱她的手掌 大步朝病房里面走去 病房跟走廊 就隔了一道没有关上了门 我跟苏香的对话 肖金燕听得清清楚楚 朝我嘘了一下 要睡不睡的小新眼瞼动了动 又朝我招了招小嫩手 要妈妈 我只好走过去 握住她的小手 宝贝 妈妈在 也要爸爸 小新又朝着肖仿燕的方向 伸出另一只小手 肖金燕伸出大掌 将她的小手裹入掌心 爸爸在 第一次同时牵住爸爸妈妈的手 小新唇角含笑地闭上双眼 记忆中 这两年多来 小新不是在生病 就是在跟着我东躲西藏 几乎没有笑地这样开怀过 或许对小家伙来说 温柔的动作中 透着些笨拙 看着她 我仿佛看到了小时候 我俩在一起的样子 肖金燕从小自律懂事 成绩全校拔尖 而我相反 爱闹爱玩成绩差 每次因为学习成绩 被爸爸训哭时 她都是这样笨拙 又温柔地守在我的小床前 一边替我擦去眼泪 一边安慰到 盐盐不哭 以后我教你 我总会哭着钻紧她的袖子请求 燕哥哥 你带我走好不好 去一个不用读书 不用考试的地方 她笑了 笑着摸了摸我的脑袋 傻丫头 不读书怎么行 叔叔说得对 不读书以后连工作都做不了 燕哥哥成绩那么好 以后养我不行吗 行 十四五的少年微微红耳尖 十四五岁的少年 如今长成了三十岁的大男人 他变了很多 变厉害了 也变得很辣了 唯一不变的是 眉宇间的那抹温柔 始终勾人 我急忙剔开视线 淡淡地说道 肖金燕 我们可以谈谈了吗 肖金燕台膜看了我片刻 才转身朝外头走去 卧室外头是装饰温馨的客厅 她姿态闲适的落坐在沙发上 一身黑衣几乎跟深色的软皮沙发融一体 尊贵 优雅 再不是当年那个 从车祸现场走出来的彷徨少年 想谈什么 她目光微凉地看着我 从口袋里摸出一根细长的香烟 烟在纸间轻轻把玩起来 明知自己现在不是她的对手 我依旧强装镇定档 谈谈小星的事情 我不认为小星的事情有什么好谈的 那你是什么意思 我不会让我的孩子生活在一个单亲家庭内 这不利于她的成长 她说得不急不缓 又自信满满 我心头一沉 所以呢 你想让我把孩子送给你的苏香 为什么要你送 是苏香不能生吗 我看着她冷淡的脸 一时猜不透她的意思 她也在看着我 片刻之后 从桌子下方拿出一份文件扔到我面前 把这个签了 一种不安的情绪从心底冒了上来 记得上一次她以这种方式让我签字时 我签完多久便失去了苏家的一切 也失去了萧太太的身份 把自己签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这一次她打算让我签什么呢 除了小星 我还有什么可让她掠夺的呢 难道是抚养全协议书 我看也不看的将文件推回她面前 道 我不签 男人挑眉 你确定 小星是我的命 我不会把她让给你 难道小星不是我的命 我气笑了 笑着一出眼泪 萧金燕 你当年找人追杀我 说我挂下打她药的时候 怎么不觉得小星是你的命 萧金燕清冷的眸底动了动 不解的朝我众美 我什么时候追杀你 给你挂下打她药了 你当我是法外狂徒吗 小星又听不见 萧先生装什么呜呼 他的脸色更加难看了 盯着我一字一句道 苏盈 我萧金燕不像你们苏家那么卑鄙无耻 敢做不敢当 还有 我压根没想过要跟你抢夺小星的抚养权 既然你敢生下她 就应该做好为她付出一切的准备 包括婚姻 她没想过要跟我抢小星 我疑惑地将那份文件拿回来打开 复婚协议 她居然要为了小星跟我复婚 协议不长 大致内容是为了小星的身心发展 我们必须复婚 至于最重要的婚前财产 她倒是一句没写 她好不容易才从苏家抢走的财产 又要以夫妻的名义与我共享 我不敢置信地看着她 半赏才问出那句 你要为了小星跟我复婚 她双手还胸 镇定自落地看着我 那如果我不同意呢 那你这辈子就别想再见到她 所以她是什么意思 要么跟她结婚 要么彻底把儿子送给她 无论哪一种 对我来说都是无法办到的 萧金燕 你还不如叫我去死 她莫得轻身过来 用力地长指捏起我的下巴 危险的气息浮在我脸上 怎么 嫁给我彼此更难受 没错 我忍着藤莹试着她 一字一句道 对我来说 你萧金燕就是十恶不射的魔鬼 谁愿意嫁给一个魔鬼呢 她的指节力到越来越大 我感觉下巴都要碎了 就在我疼得快要窒息时 她突然松手了 那作恶的手 敢为轻抚我的脸颊 既然觉得我是魔鬼 那你就走吧 继续将自己藏起来 藏到一个我再也找不到的地方 大掌一撤 她默然地退回沙发上 出去 声音不大 却如同脆上的冰霜 我攥紧拳头 立在原地看她 其实从她这两天的表现来看 将小新交给她抚养笔 跟着我受苦更好 只要儿子能平安长大 我可以一辈子都不见她 我唯一担心的是苏香 如果她跟苏香结婚 小新这一生都不可能平安 我硬着头皮问了句 萧金燕 你会取苏香吗 她挑眉看着我 随机当着我的面 拿起桌面上的手机 拨通一个号码 我看见号码上面显示着苏香二字 很快 苏香欣喜的声音 从话筒里面传来 阿燕 你找我吗 过来医院签一份协议 什么协议啊 苏香的语气肾上惊喜 你一直想签的协议 啊 哦 好的 将电话挂断后 萧金燕抬眸看着我 那眼神分明在说 这就是我的答案 她居然打算 跟苏香就地结婚 苏香马上就要成为 小星的后妈了 这样一来 小星还有活路吗 看着桌面上的结婚协议 我本就不安的心脏 渐渐狂跳起来 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 不能让苏香 成为小星的后妈 不能啊 赶在苏香到来之前 我抓过结婚协议 翻到最后面那一页 另一只手拿起签字笔 不再有一丝的犹豫 我火速签下自己的名字 签完抬头时 刚好看到男人眼底 一闪而过的得意 是的 她得意了 她成功让我签下了 这份恶魔协议 成了肖太太后 我和肖金燕的关系 并未好转 我与她之间的恩怨情仇 也不是一份结婚协议 就能解决干净 她恨死了苏家 而我恨死了她 当然眼下最重要的是 给小星治病 骨髓移植的时间 排在下周 这些日子来 我心疼不安焦躁 担心手术出现排疫 担心得整宿整宿睡不着 小星自己倒像个 小男子汉一般 又坚强又懂事 小家伙最常喊的一句口号就是 爸爸说 男子汉不可以哭 难怪专家都说 孩子的成长过程 离不开妈妈 更离不开爸爸 今天陪小星玩时 我因为昨晚没睡好 差点摔了一脚 肖金燕将我从地上捞起 皱着俊梅 打亮我憔悴的脸色 拿起手机 曾副司机将我送回家休息 梅等我开口说不用 她习惯性的拧起我的下巴 朝我冷 笑讥讽 苏盈 你再不回家好好休息 我怕你等不到小星坐一直 就先倒下了 到时候 我会第一时间取苏香的 这话多少带了点威胁的意味 却也不是没有道理 即便是为了不让苏香 成为小星的后妈 我也该保重好自己的身体 看着被夕阳最后一抹 光芒蕴染着的别墅 我感觉心脏开始刺刺的疼 这是我爸当年特地 为我和肖金燕挑选的婚房 里面承载了我所有的悲欢离合 从一开始的幸福 美满到后面的狂风咒语 总共才历经了不到半年时光 当初从这里逃出去时 我以为这辈子不会再回来 没想到不过三年 我又以女主人的身份回来了 只是这回和上回不同 上回我是穿了嫁衣 幸福地被肖金燕抱进去的 这回却是以协议的方式进去 就连管家看到我 也只是冷淡地吐出一句 苏小姐最好能看清自己的身份 没事别打扰大家干活 说完带着几位庸人引有声 神气地走了 我满得搭理他们 一步步地朝二楼走去 主卧床头挂着的永洁童心画上 回被我打碎 今天已经换上新的画画 有点惊讶 毕竟以肖金燕对我的仇恨 应该把话扔出去的 上回被关在这里的几天 我满心满眼都在记挂着小心 压根没心思想别的 这回认真一探 发现当初我所有的生活用品 衣服包包都还在 就好像我只是出了趟远门 从未离开过一半 到底为什么 肖金燕到底为什么还留着他们 站在衣柜发而会呆 我从里面取了套睡衣走进浴室 宽敞明亮的浴室 温热的水流 香喷喷的沐浴乳 我已经有多久没有好好享受过了 明明二十岁之前 这才是我的生活 不敢多想 我关掉热水 穿好睡衣拉开门走了出去 却在迈出去那一瞬 被赫然出现的男人吓住了步伐 你怎么回来了 肖金燕也在看着我 身量极高的他 光是站在那里 就给人一种无形的压迫感 配上那凉薄的目光 让人不自觉的往后退了一步 他朝我迈进一步 有力的臂膀 扣住我的腰肢往前一带 我跌入他怀中 熟悉的草木清香 迈入鼻腔 伴随而至的是他嘲讽的话语 这里难道不是我家 你怎么没有留在医院照顾小新 小新竟无菌仓了 他压下身体 在我的脖梗处深深地吸了口气 又无比满足地一口咬了下去 他咬得不重 酥酥痒痒痒的 可他也不松口 如同一只小狗般 从我的脖梗一路肯咬到耳朱 这是过去他最喜欢用来撩破我的方式 因为这样我会很痒 会笑得很大声 而他最爱看我笑 身体微微一僵 我将双手抵在他坚实的胸膛上 伪音微颤 萧金燕 你想做什么 我想做什么 萧金燕终于松了口 俯视着我冷笑 你说我想做什么 萧太太 从他情欲满满的深谋中 我明白了他的意图 只是他那么恨我 又为何要这样对我 在他将我推倒在床上 朝着我的唇半吻下来时 我小脸往旁边一片淡淡的 萧金燕 你不是恨我吗 那又怎样 他有力的手指 捏住我的下巴 强行将我的脸扒了回来 谁说恨就不能做了 我不能 我被迫迎视着他 视线渐渐模糊 萧金燕 我一看到你 就想起你一把火 将我父亲烧死的画面 这种情况下 你还指望我能像当初那样 陪你在床上缠绵 萧金燕双眼微眯 掐着我下巴的指甲力道 更重了些 苏盈 是你父亲先把我父亲害死的 他最有应得 是 他最有应得 可关我什么事呢 因为你是他最宝贝的女儿 他说完 低头发很一般 稳住我的唇 任凭我怎么挣扎 怎么捶他打他 他就是不肯放开我 他一边吻着我 一边撕扯着我身上薄薄的衣料 冷力的话语 刺入我的耳内 苏盈 你凭什么一走了之 凭什么留我一个人痛苦 我们明明都那么可怜 都那么恨对方 凭什么你一个人解脱了 凭什么 我解脱了吗 如果这三年不如狗的生活 也叫解脱的话 那他呢 难不成他过得比我更艰难 更痛苦 听着他的话语 我渐渐放弃了挣扎 我抱着他 睁着双眼看天花板上 我俩亲手挑选的羽毛灯 恍恍惚惚 肖金燕说 当年他的父亲和我父亲是好兄弟 两人一起合伙开公司的 后来我父亲为了独通公司 给他父亲制造了一场车祸 在那场车祸里 肖金燕侥幸活下来了 却也目睹了 父亲死得有多惨 我不知道这是真是假 反正不管真假 肖金燕都已经报仇了 而我的父亲也为此付出了生命 一滴泪从我的眼角滚落 滴入他的掌心 他的动作微微一致 身上的力道 也在看见我梨花带雨的小脸时 一点一点地散去 哭什么 他用略显粗粒的指腹 擦去我眼角的泪水 语气微微缓了些许 苏盈 结婚协议难道不是你自己签的 肖金燕 三年了 我们放过彼此好不好 我含泪望着他问 灯光下 他好不容易缓和下来的眼神又是一尘 冷冽的气息一点一点地浮在我的脸上 想都别想 我知道他放不下的 不然不会找了我三年之久 我缓缓闭上双眼任命 他却突然从我身上抽身理开 修长的手指理了理凌乱的衣精 冷漠地扔给我一句 苏盈 你最好能一直这样坚定下去 看着他挺拔的背影消失在卧室门口 我终于暗松口气 不管我跟他有没有复婚 未来都不可能再有欢乐了 三年前扎在彼此心里的伤 也早就形成了不可磨灭的疤痕 一夜无眠 直到天微微亮时才胡伦睡里觉 醒来时 肖金燕已经出门了 这些天 他几乎没有离开过小星 这会多半也是去了医院 我自然也闲不住 起身朝衣柜走去 里面的衣服都是三年前的了 那时候的我幸福美满 身材标准 哪像如今 瘦得跟条竹竿似的 在衣柜最里面挂着那件手工病制的婚纱 肖金燕亲手设计 亲手为我披上又脱下的婚纱 此时看着 竟是如此的扎眼 我没忍住 将它从衣柜里拽出来 剪成细碎 失去意义的东西 没必要再留 如今我只有一个愿望 那就是治好小星的病 可偏偏有人不想我如愿 当苏香叫我堵在电梯门口时 我一眼就看透 她眼底的野心和不甘 也是 她费尽心机 争夺了那么多年的肖金燕 最终还是与我复婚了 换谁都不甘 我懒得与她争执 从她身侧错身过去 唐姐她表情一缓 语气甚至透了点哀求 能聊几句吗 聊几句可以 不过唐姐就别叫了 咱们没有那么亲密的关系 她咬了咬唇 似是鼓起勇气 我请你喝杯咖啡吧 不必了 有什么话就在这说吧 你放心追求自由去吧 小新也是我的亲人 我会帮着阿燕 一起好好抚养她长大的 是吗 我笑了 苏香 当初你是第一时间 知道我怀孕的吧 我请求你帮我把检查报告 交给肖金燕 让她看在孩子的份上 放我一码 后来你给她了吗 我苏香心下又是一虚 辩解道 因为我知道 阿燕不会要这个孩子的 所以就没跟她说了 是啊 你不但没有跟她说 还在我逃跑的时候 转而对我感激杀绝 让他们逼我喝下堕胎药 原本我以为 这些都是肖金燕的手笔 直到这些日子 看到她疼爱小新的样子 不像一个不爱孩子的父亲 也不像是曾给我 灌下堕胎药的样子 不仅堕胎药的是 这三年来 我们母子很多次被追杀迫害 也都是她苏香干的吧 苏盈 我没有 我冷笑 有没有 等警察调查一番就知道了 苏香脸色未变 看着我 苏盈 你想做 什么 维护我的权益 我顿了顿 告诉了她一个更残酷的事实 我现在一穷二白 啥都干不了 找警察调查案子的人是肖金燕 肖金燕恨我是真 但爱惨了她的儿子也是真 不理会她越发难看的脸色 我大不离开 病房里 肖金燕正在陪小新看图书读小故事 那些图书是她请月儿专家精心挑选出来的 小新被隔离在无军床内 本该难受焦躁的阶段 小家伙却笑得如同一只快乐的小天使 一个故事讲完 小新乖巧地躺好闭上 双眼不到两秒钟 又睁开眼 吵肖金燕道 爸爸不要离开妈妈和小新 嗯 爸爸不走 爸爸一直陪着你们 肖金燕抬起手掌 何空虚抚了一下小新的脸蛋 小新这才放心的重新闭上双眼 自从跟爸爸相认后 这是小新每天都会说的话 可怜的小家伙 真的很怕回到过去那段 没有爸爸呵护的时光 有肖金燕在 小新的治疗进行得很顺利 骨髓移植后也没有出现 大家最担心的排异情况 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为了迎接小新出院 肖金燕把二楼次卧 改成了小新最爱的星空主题儿童房 我则早早前往花市 亲手为小新挑选了一束太阳花 希望她未来 可以像太阳花一般欣欣向荣 当我抱着花树下车时 意外收到苏香发来的信息 堂姐 要过来给你儿子收尸吗 简短的一句 却让我瞬间出了一身冷汗 太阳花从我怀里跌落在地 好半场 我才颤抖着 拖通肖金燕的电话 她比我冷静许多 却依旧控制不住的尾音轻颤 盈盈 你乖乖回家待着等我 我一定会把小新安全带回来的 我跟肖金燕都有自己的心结 都放不下过去 这三个多月来 我俩的关系不冷不热 但为了小新 偶尔还是会上演一些夫妻恩爱的戏码 她叫我盈盈也慢慢叫顺口了 小新是我的命 是我活下去的动力 我当然做不到回家乖乖待着 当我照着苏香发来的地址赶过去时 就厂房门前已经聚满了人 而苏香满脸力气地站在三楼边沿处 身边吊着一个大麻袋 隐约还能听到里面传来小新的哭声 我直接背下腿软了 肖金燕将我挽入怀中 低头朝我责备 不是让你在家待着等我的吗 跑这么危险的地方来做什么 我无力地盼着她 哭得泪如雨下 肖金燕 小新是我的命 一定要救她 我会的 她有力地手臂搂着我的腰肢 并一直手轻拍着我的肩膀 从小到大 哪怕遇到天大的难题 只要到了她的怀抱我就能安下心来 唯有这一次 她的怀抱反而让我更加害怕了 因为我能感觉出来 她镇定的外表下 藏着一颗狂跳的心脏 她和我一样 害怕失去小心 肖金燕单手搂着我 冷冽的目光 看着楼上的苏香 苏香 你刚刚不是问我 为什么要娶一个杀父仇人的女儿吗 那我就再回答你一次 不管是三年前还是三年后 我娶她都是因为爱她 没有任何原因 她的态度坚定 甚至在说这些话的时候 不自觉地搂紧了我虚软的身体 这么长时间来 我还是头一回听她说这种话 可我一个字都不信 我和她之间 早就过了谈爱的阶段 你胡说 你三年前娶她是为了报仇 三年后娶她是为了孩子 你根本不爱她 要不是她突然带着孩子回来 你总有一天会娶我的 苏香疯了般 晃动着手中的刀子 那刀 随时都有可能将麻袋的吊声割断 让小新从三楼坠落 不会 肖金燕望着她 态度坚决 苏香 不管是三年前还是这三年来 我都明确表示过我不爱你 更不会娶你 苏香身形晃了晃 明显被她的话打击到了 泪水从她痛苦的脸上滑落下来 为什么 我究竟哪里比不上她 阿燕 我对你不好吗 我为你做的不够多吗 不爱就是不爱 没有为什么 肖金燕依旧将心里的紧张掩盖得很好 给足她耐心 苏香 回头是岸 把孩子放了 过去的事情我可以不追究 你不追究 苏香笑了 留着泪笑 肖金燕 你不是已经在找人调查我了吗 你分明就是怕我打扰到你跟苏赢的生活 想弄死我呀 肖金燕 你怎么就那么狠心呢 怎么就那么狠心啊 苏香越说越激动 手中挥舞的刀子也离绳子越来越近 那惊险的样子 连身边的人都被吓得惊呼连连 我摇晃着肖金燕的手臂 哭得肝肠寸断 阿燕 求求你答应她吧 娶了她吧 求求你了 我双腿一软 跌跪在地上 求你救救儿子 她是你的亲儿子 她那么小 你救救她 盈盈 别哭 肖金燕弯腰将我从地上抱起 唇半贴着我的耳朵 轻声安抚 我说了 我会就小心的 我奋力地推开她 含泪瞪着她道 肖金燕 你要还有半点良心 就赶紧娶了她 肖金燕定定地看着我 阳光明媚 她的眼底却不满音域 半赏 她才问了句 苏盈 你是说真的 是 是真的 可是你知不知道 我找了你整整三年 也想你想了整整三年 那音域的眼眸 渐渐身上失望的情绪 可我不在乎 我只在乎我儿子 肖金燕 我只想我的儿子能活下来 她扯了扯唇角 声音很轻 没有你 我要儿子做什么 啪 我扬手给了她一巴掌 肖金燕 你说是人话吗 肖金燕帅气的面旁 往旁边一瞥 深邃的眼眸依旧坚定 楼上的苏香疯了 疯狂地挥舞着手中的刀子 肖金燕 你连死都不让我如愿是吗 为什么要那么狠心 眼看着她手中的刀子 划断麻绳 麻袋从楼上脊椎而下 我瞬间大脑一空 失声尖叫 不要 后面发生了什么 我已经看不见了 最后残留在意识里的 是旁人惊慌失措的大喊 快 快叫救护车 我做个梦 梦回肖金燕出来我家时的情景 她衣服上沾满着血迹 小小的身板瑟瑟发抖 父亲牵着她 告诉她 以后这里就是她的家了 父亲又把我喊过去 说给我带回来一个哥哥 以后要好好照顾哥哥 我高兴地围着哥哥转圈 最后牵住她脏屋的小手 一本正经地向她承诺 哥哥 以后妹妹保护你 肖金燕很乖 成绩很好 但性子偏冷 除了我 她对谁都冷冰冰的 她也根本不需要我的保护 相反 一直是她在保护我 帮助我学习 而我只需要乐观地陪伴她 逗她笑 将她从车祸的阴影中拽出来就行了 苏香第一次在我家见到肖金燕时 正是情窦初开的年纪 从那以后 她总已离学校太远为由 赖在我家不走 她想学着我的样子 开心了 跳到肖金燕背上 让她背去上学 不开心躲在角落里 非要她唱歌讲故事 直到开心为止 可每次没等她开口 肖金燕便冷冷地转身离开了 她总跟我说 盈盈 真羡慕你有个这么好的哥哥 只是这种羡慕 没有在她心中维持多久 便渐渐转为了极度 又在肖金燕发现车祸真相时 毅然地站到她的身侧 她表面上答应我 会帮我劝劝肖金燕 给孩子留条活路 转头去找人 将我堵在逃跑路上 灌下堕胎药 要不是我及时把药 从嘴里抠出来 小新恐怕早就没命了 我好不容易 才保下来的宝贝儿子 她坠楼了 混沌间 我仿佛听到她在叫我 一声接着一声 妈妈 妈妈 我想抱住她 就她别抛下妈妈 双手却仿佛被风印住了 一般怎么都抬不起来 终于 我冲破魔杖 我看到了我的宝贝儿子 她就站在我的面前 笑得如同一个小天使 宝贝 我伸出手 轻轻地抚上她的小脸 又轻轻地 在她漂亮的小脸蛋上 捏了一下 有温度 有手感 没有伤口 从头到脚 都是好好的 放心吧 你没有在做梦 萧敬艳一如既往地动我心思 她站在小新身后 眉眼中掩不住的喜悦 苏盈 我原谅你了 我抱着儿子 不解地看她 原谅我什么 原谅你蠢 看不出麻袋里面装的是石头 原谅你再紧要关头 逼我娶别的女人 还说了那么多伤人的话语 我一时已至 小新也在旁边笑嘻嘻地点头附和 妈妈 小新也原谅你了 听说苏香那天 虽然把小新带去了破厂房 但并没有真的伤害她 在她崩溃的割断绳子时 一脚踩空 从三楼坠落下来 没死 却摔断了双腿 再次见到她 她坐在轮椅上 整个人看起来颓废不堪 她不再激动 也不再对我喊打喊杀 只是苦涩地朝我笑了下 苏盈 你终于来了 我走到她对面坐下 打量着她 从小品学兼忧 知性优雅的女人 却落了一个戴罪之身 即便病好了 等待她的也将是牢狱之灾 值得吗 我问她 她又是一声苦笑 憔悴的小脸 印在赤白的灯光下 惨白如指 要能预知未来 谁又能犯这样的伤 苏盈 我承认我输了 你就别来取笑我了好吗 你输了吗 我勾了勾唇脚 毫不客气到 我从未出手 萧经验也从未给过 咱俩竞争的机会 你算打门的输 充气量不过是自嗨一场 最终把自己嗨死了罢了 苏香苍白的脸色 泛起了一抹红 她盯着我咬了咬牙 苏盈 你要是对我客气一点 我还能把当年的真相 告诉你一些 不重要了 真的不重要了 我跟苏经验走到今天这一步 不是一句误会 就可以抹平过去的 哪怕她这些年一直爱我 找我 等我 你父亲的也不重要吗 我端起水杯的动作一顿 台湖看着她 我父亲怎么了 她学着我的样子 端起水杯默默地喝了口 才不律不及地说道 肖金燕很恨大伯是事实 把苏氏夺走了也是事实 但她还不至于傻到 拿自己的前程去纵火杀人 她一直走的是法律程序 大伯的死 不过是畏罪自杀罢了 你胡说 我不敢置信地打断她 那天我亲眼看到 她站在别墅门前 看着大火烧起来的 她哈红了眼威胁我 不会让苏家的血脉留在世上 虽然最后的调查结果是意外失火 但我始终认为是肖金燕 拿钱砸出来的结果 加上后面 她对我的追杀 桩桩渐渐 全是将我苏家往死里踩的 苏香只是笑了笑 她从抽屉里拿出两个信封递给我 这是大伯寄到你们新房的遗书 被我偷偷藏起来了 我看见那两只有着父亲笔记的信封 却颤抖着不敢去接 我不知道自己在害怕什么 是害怕父亲真的害死过肖金燕的父亲 最后被罪自杀吗 苏香将遗书塞入我手中 继续说道 别墅失火那天 肖金燕只比你早到两分钟罢了 她一路红灯地往回闯 只是为了赶去救你 看到你从车上下来时 直接激动哭了 哭着说出了那句气话 苏盈 肖金燕从脱到尾都没想过要伤害你 所有的伤害 都是我顶着她的名义干的 我告诉你这些 不是为了得到你的原谅 只是觉得没必要再满下去了 反正 我这辈子也没机会嫁给肖金燕的 苏香说完 抹了一把脸上的泪水 那泪水有失落 但更多的是悔恨 或许 她是真的后悔了吧 父亲留给我和肖金燕的遗书里 除了忏悔自己当初的罪行外 便是请求肖金燕能放我一马 是的 父亲已经不敢奢求肖金燕原谅她自己了 只求她能原谅我 并且以死泄了罪 父亲在遗书里说 当年她的本意不是要肖父的命 只是想制造个小车祸 让她参加不了公司新品发布会 没想到完大了 这些年来 她一直活在愧疚与悔恨中 她把肖金燕当成亲生儿子栽培 同意把最爱的女儿嫁给她 她很努力地在弥补 她也很想摆脱这种 每天睁眼就是悔恨的痛苦 一叔的末尾她说 你别哭 爸爸终于解脱了 终于可以到地下去 向自己的好兄弟磕头道歉了 爸爸 希望你能求得肖叔叔的原谅 我轻轻地将手中的花束 放在父亲的墓碑前 照片中的父亲微笑着 一如既往的和蔼 我想 他可能真的解脱了吧 看完父亲 我又去隔壁看了肖叔叔 替父亲诚挚地跟他说了声 对不起 也不知道他愿不愿意收 天下起了毛毛细雨 初春的雨天 雾蒙蒙一片 别墅已经提早亮了灯 整座宅院一片灯火通明 原本对我言语不尽的管家 看到我从车上下来 赶忙拿了伞营上来 笑眠一道 太太回来了 先生和小少爷一直在念叨你吗 他们人呢 我问 小少爷闹觉 先生正在哄他睡呢 我点了点头 外部朝二楼的儿童房走去 肖金燕确实是在哄小星睡觉 小家伙早已习惯了这个爸爸 贴了他睡得很安稳 我悄然退开 转身进了一旁的主卧 没多久 小金燕也进来了 他一手将我拉入怀中 一手温柔的摸了摸我的发丝问 去哪了 把头发搞这么湿 去看我罢了 在我说出这句话时 他抚摸在我发顶的大掌 明显顿了一下 我抬头 看着他微变的脸色 短暂的沉默后 他恢复了刚刚的温柔道 去洗个热水澡吧 小心感冒了 我去给你放水 他转身朝浴室的方向走去 我迅速出手 抓住他的手腕 怎么了 他不解的看我 我抬眸迎视着他 平静地说 阿燕 我们离婚吧 他的脸色又是一变 目光沉了下来 为什么 阿燕 我们都回不去了 我苦涩地笑了笑 你看你每次一听到我提起爸爸 就难受是不是 虽然爸爸说他不是故意的 可你的父亲确实因他而死 你根本原谅不了他 你说的不对 他是他 你是你 他突然用双手攥住我的肩膀 尾音未颤 苏盈 我已经说服自己了 请你别拿这个当借口 阿燕 你要真这么想 三年前就不会跟我离婚了 他开始变得急躁 三年前我错了 我向你道歉 阿燕 难道我们要这样带着心结过一辈子吗 我不在乎 只要能跟你在一起 我就不在乎 他掐着我肩膀的手指 逼到越来越重 重得仿佛要将我的肩胛骨捏碎 我忍着疼 小声哀求 放开我 放你去哪 他急问 苏盈 你不要小心了吗 我当然要 我点头 我们可以共同抚养他 如果你不放心他跟着我 那就让他跟着你生活 我会常回来看他的 那你不要我了吗 他焦躁的眼底浮上一丝哀怨 好像一个被抛弃的孩子 可我知道 他跟我在一起 也不会真正快乐的 萧金燕 我们放过彼此 放过自己吧 你休想 他从焦躁转为狂躁 大掌狠狠地掐住我的腰肢 将我扣入他坚硬的怀抱中 低头 就这么强势地朝我稳了下来 我被他稳得喘不上气来 双手不停地推打着他的身体 他没有松开我 也不打算松开的样子 七长的身子稍用力 便将我压倒在身后的大床上 在我快要被他稳至窒息时 终于逮着机会 奋力地将他推开 萧金燕 你冷静点 他被迫后退两步 那双血红的毛子 满满都是情欲 很快 他又朝我俯下身来 双手撑在我的身体两侧 点头之际 一滴眼泪滴在我的眼睫上 盈盈 为什么一定要离婚 因为感情里面隔了生死 我们根本无法复合 明白吗 他沉默了 右身的眼底流转着复杂的情绪 不舍 不甘 不愿 好伴上 他才哑声扔下一句 我会好好考虑的 然后 他头也不回地走了 卧室瞬间安静下来 躺在柔软的大床上 头顶的赤白的灯光 照得我双眼生疼 视线也在慢慢变得模糊虚幻 一如我跟萧金燕的婚姻 我不知道 他最终考虑的结果会是怎样的 我只知道 不管是哪种结果 他这辈子都不会开心的 而我也一样 全文完